《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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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毕竟是一个从八百万年走过来的物种 适应地理变前和气候变坏 它能成功到现在 所以它身上很多是秘密之处 我叫周梦奇佩大熊猫 快三十年了 《熊猫》 看一开始就是看得很呆工 但是在拍的过程中 就觉得这个熊猫太可爱了 比如说在野外大熊猫 那个青犬和火边和青蕊之后 它像一个人类和酒一样 就是嘴碎 它躺在那儿就不懂了 熊猫它里面看得很文神 它的那个掌 刘根手指特别锋利 会把其他艺术的从头皮下抓上去 给它戒一下 我第一次在成都大熊猫 翻译机里陪大熊猫 就给我个下马尾 在一只成年大熊猫 有二十米开进处 我们夹好脚架 就准备陪它 当时陪了山上之后 突然看到我镜头中的熊猫 一下转个头眼睛就顶着我们 瞬间 它就往里面奔起过来 那个大熊猫 实际上那个时候摸动 我跑到最后 摸动我的骨腿抓了一把 还要当时进出一阵冷海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任意见识了 大熊猫的英雄本事 熊猫实际上 是世界人是中国 一个很好的餐口 爱熊猫 它也不分国家 也不分职业 也不分职业 也不分列领 我就想用镜头去让世界盖上熊猫 通过熊猫这个符号 让世界更加去了解种鬼 盖上种鬼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一件事 有的 研码 说明 说明 提供 说明 碍 聪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